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,历代的帝王凭借着无上的权威,坚固的城池和森严的借位,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,过着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,显为世人所知。 俗话说,一日为君,胜过万载为敏,如果把皇帝当作一个行业的话,那做皇帝应该是这三百六十行当中最风光,最令人羡慕的一行。 但是翻开中国的史籍,从秦始皇开始算起,到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为止,两千多年里也只有四百多个人干过这一行。 那,这些人他凭什么当皇帝呢?这些人的衣食起居还有娱乐都是怎么样的呢?当皇帝有什么特别的享受呢? 首先啊,皇帝穿的衣服虽然很贵,是黄色绣上金龙的丝袍,头上也带着价钱贵的吓人的帽子,并且保证还不是制服,跟别人穿的带的那都绝对不一样,但是穿起来肯定不舒服。 我虽然说没穿过,可是从穿西装打领带比不上穿便服来的舒服这点来看,我觉得大致推测也差不零吧。 再来说说皇帝的饮食,这皇帝吃的东西啊,自然是十分考究的。 南宋绍兴十一年,就是公元1141年十月,高宗驾龄清河郡王张俊家。 周厉在他的武林救世一书《卷九》当中,记载了张家款待皇帝的菜单。 这菜单一共有180多品,其中干果、蜜饧、鲜果占了一半以上。 真正的摇转有夏九三十位,叉十七色,锄券九十位,对十十斩和碗十六色。 对十是大菜,碗十是最后的下饭菜。 所用的材料除了鸡鸭鱼肉,还有猪蹄、腰肚之外,还有鞍蠢、鹅、兔、虾、黄鳝、球馍,其实就是梭子蟹,还有水母、螃蟹等等。 这么丰盛的酒席啊,我是没见过也没吃过,但是逢年过节,满满的一桌子菜还是吃了好几十回。 吃的道理很简单,你桌子再大,韭菜再多。 一个人每餐能够吃下肚的,也只有一个胃那么大的容量而已。 所以说,皇帝的餐桌上,就算是摆着山珍海味,他能吃下的也没多少。 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皇帝,却是事实上的皇帝。 所以啊,他的食物是极尽奢华智能事儿,每一餐那都是一百多道山珍海味, 而且,用的是一百多种材料做出来的。 这些菜,大部分只是摆着观看的,就根本吃不过来,因而就称为牧食。 问了省事儿呢,御膳房的厨师就想了一个办法,用木头雕刻的鱼来冲树。 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牧师了。 慈禧太后用餐的时候,太监小德章就担任着拿筷子和汤匙的工作, 递来递去,毫不麻烦。 燕北老人在他的满京十三公围历史当中啊, 说,清德宗,美食三善, 其传有数食品,裸列马岸, 然离玉座稍远的食品,大多已经俯仇。 这显然是连日供上来的食物。 离玉座比较近的赚品,虽然还没有腐臭, 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已经很久了, 也是又干又冷,不能可口。 皇上经常是吃不饱, 有的时候想让御膳房换一些赚品, 御膳房必须还得奏名西太后, 西太后动不动又以节俭的德性来责备皇上, 这就使得皇上再也不敢说什么。 这种情形我估计大家都想不到吧, 皇上住的是没有现代人舒服, 那出行也没有现代便利, 那有的人会说了, 那皇上嫔妃多呀, 这一点可是现在的男人享受不到的。